上次非常眷顾我了 心里特满足 但是呢对学习这一点还没停 就这样 而且我是很愿意把我的学生呢 我也希望他们能够像我一样 或者比我更辉煌 清除于蓝而胜于蓝 就是自己还在不断地像海绵一样吸水 同时也希望看到自己的学生 一个一个取得更辉煌的成绩 这样作为老师的心里是非常欣慰的 是 是 作为老师莫过于自己的学生 得到了成就 被社会认可 哎呦 我们那种心里啊 真是语言形入不出来 就看着自己的孩子一点点成长一样的 没错 完全把学生当自己孩子一样 有些时候觉得 怎么那么不听话 恨铁不成钢啊的感觉 有些时候觉得哎呀 学生啊 他一唱出来了 社会认可他呀 观众欢迎他呀 哎呀 我觉得我老师 我一分钱也不拿 一个荣誉也不要 我觉得我那种满足感啊 真是语言形入不出来 就是也是特别爱才 就是看着这个学生 特别有灵气的时候 特别想栽培他一下 是 任何费用我都可以不收他 我说免费我就培养他 知道吧 所以心甘情愿的 你说知识嘛要共享 资源要共享 你学到的东西 你把它烂在心里干什么呀 肯定应该毫无保留地交给学生啊 这样对社会也是一个回馈啊 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挺好的 教学对我来说 做蜡烛也没什么不好 挺好的 永远是自己人生的一个乐趣 是 我都可以在心里面 也没什么事 我都可以在心里面 我都可以在心里面 在心里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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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